七伯来书第十一章 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 是未见之事的确据 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 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神话造成的 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 亚伯因着信献祭于神 比该隐所献得更美 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 就是神指他礼物做的见证 他虽然死了 却因着信仍旧说话 以诺因着信被揭去 不至于见死 人也找不着他 因为神已经把他揭去了 只是他被揭去已先 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 人非有信 就不能得神的喜悦 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 必须信有神 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 挪亚因着信 己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 动了敬畏的心 预备了一支方舟 使他全家得救 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 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 亚伯拉罕因着信 蒙诏的时候就遵命出去 往将来要得违业的地方去 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 他因着信 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 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 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 以萨雅各一样 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 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 因着信 连萨拉自己 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 还能怀孕 因他以为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 所以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 就生出子孙 如同天上的星那样众多 海边的沙那样无数 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 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 却从远处望见 且欢喜迎接 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履 是寄居的 说这样话的人 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 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 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 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 就是在天上的 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 并不以为耻 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 亚伯拉罕因着信 被试验的时候 就把以撒献上 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 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 论到这儿子曾有话说 从以撒生的才要成为你的后裔 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 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 以撒因着信 就指着将来的事给雅各以扫祝福 雅各因着信 临死的时候 给约瑟的两个儿子各自祝福 扶着帐头敬拜神 约瑟因着信 临终的时候 提到以色列族将来要出埃及 并为自己的骸骨留下一命 摩西生下来 他的父母见他是个俊美的孩子 就因着信 把他藏了三个月 并不怕亡命 摩西因着信 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 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 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 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 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 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 他因着信 就离开埃及 不怕亡怒 因为他恒心忍耐 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 他因着信 就守于月节 行洒血的礼 免得那灭长子的临近以色列人 他们因着信 过红海如行干地 埃及人试着要过去 就被吞灭了 以色列人因着信 围绕耶利哥城七日 城墙就倒塌了 妓女喇合因着信 曾和和平平地接待探子 就不与那些不顺从的人一同灭亡 我又何必再说呢 若要一一细说 基督 巴拉 参孙 耶弗塔 大卫 撒末尔和众先知的事 时候就不够了 他们因着信 制服了敌国 行了公义 得了应许 堵了狮子的口 灭了烈火的猛士 脱了刀剑的锋刃 软弱变为刚强 征战显出勇敢 打退外邦的全军 有富人得自己的死人复活 又有人忍受严刑 不肯苟且得释放 为要得着更美的复活 又有人忍受戏弄 鞭打 捆锁 监禁各等的磨练 被石头打死 被锯锯死 受试探 被刀杀 披着绵羊山羊的皮 各处奔跑 受穷乏 患难 苦害 在旷野 山岭 山洞 地穴 漂流无定 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 这些人 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 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 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 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德 就不能完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